台湾洗肾人口相当多 因为肾功能恶化到最后 引起必须到洗肾阶段的原因相当多 不过卫福部基隆医院 肾脏内科医生指出 因为糖尿病最后到必须洗肾 已经占台湾洗肾人口的第一位 我们就俗称那个慢性肾有肾炎 接下来大概还有很多原因 像高血压的 或是说它本身原来有 有那个养发性的肾炎 然后一直累进到后面 都有可能 所以你说现在哪个最 排名前一名 第一名大概是糖尿病 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俗称说糖尿病在上游 我们肾脏病在下游 那上游如果失控的话 下游就淹水了 基隆医院肾脏内科医生李建宏表示 如何改善饮食习惯 预防糖尿病 已经成为避免恶化到洗肾的 最重要课题 预防或是说让洗肾人口 不要那么多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改善我们的饮食 就避免那么快就会有糖尿病发生 也这样 他就是生活上的就是少盐少油 然后生活作息正常这样子 另外医生也强调 要避免肾脏病变功能衰退 不要在未经医生诊断下乱吃止痛药 特别是来路不明地下电台介绍的保健食品 也不要任意服用 都是顾胜保胜的重点 我们俗称的地下电台 报的一些 一些什么保健食品 这个要很小心 你保健食品也不要随便乱吃 吃到都出出不出问题 因为吃下去的食物药物 都会经过肝脏肾脏代谢 所以你不是肝出问题 就是肾出问题 会用一些比较强的一些止痛药 那那个止痛效果越强的 它当然 它的那个副作用就越大 难免就会它的一些副作用都会出来 所以如果你长期这样止痛 打针止痛 那就会有了 所以您刚才说的 这个也是我们国人 会引起肾脏病的原因之一 李建宏医生指出 包括止酸痛的贴布 也不要自行乱贴 因为贴布里面 也都含有止痛药的成分 同样会经由皮肤吸收 长期贴 同样会影响肾脏和肝脏的功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